我们介绍了波尔代热斯现象,也列举了几个真实发生的事例。 长久以来,有不少的科学家对这个波尔代热斯现象当中这些作祟的所谓的幽灵进行了艰苦的探索,而且也提出了各种各样的观点。 那么今天,我们就来看看这个所谓的幽灵到底是什么。 有些学者认为,导致这些波尔代热斯现象的幽灵,只是我们内心深处的愿望和恐惧,浓缩成了我们所熟知的一些形式。 这个观点也就是说,我们所看到的这些所谓的波尔代热斯现象,只不过是我们内心的恐惧的一种幻想。 那么还有学者认为,幽灵是一些人类偶尔可以感受到的一种带电的反应。 还有人认为,幽灵是人类至今还没能理解的某种特殊的现象。 英国牛津大学的哲学教授普莱斯认为,地球上的所有物体和空间中都散布着一种无形的物质。 而这种物质可以无限期的保存活人留下的影像,起到一个胶卷的作用。 那么,普莱斯就把这种物质称作是精神以太。 他认为,在某些难忘的时刻所留下来的这些影像,可以在这种不受时间影响的物质当中保持一种悬浮的状态,直到后来被某些敏感的接受者所看见。 而且,弗兰克·史密斯在他的作品中也指出,精神以太的存在甚至可以解释幽灵有时候会在照片中显现的现象。 那么,除了这种说法之外,1963年世事的人类学家莫里对幽灵也提出了一种假说。 他认为幽灵是照片的一种形式,或者说是由光线射在构成空气的某种物质上的一种记录形式。 莫里拿这个过程与照相的原理相比较,然后他得出结论,认为虽然光波会在特殊处理过的表面上留下记录, 但是,这些表面如果没有经过特别加工,他的记录结果是不会显现的,在表面上仍然是一片空白。 所以,我们才需要把这些相片洗印出来。 那么,他认为鬼魂也是同样的道理,认为鬼魂只能在有限的范围内出现。 如果这些所谓的鬼魂突然消失,那大概就是因为有一阵风或者一些其他的客观因素,把空气当中这些映着影像的威力给吹散了。 可以说这是一种很形象的比喻。 那么,他认为与照片相似的另外一点是,鬼魂似乎也会随着时光的流逝而逐渐褪色,出现的次数也会减少。 到了他们存在的末期,这些鬼魂甚至只会在很特殊的大气情况下才能出现。 比如说雷雨之前。 那么,我们来看莫里的这种说法,的确也可以解释某些现象。 比如,曾经出现的故宫闹鬼事件。 在阴天的时候看到有宫女在墙壁前经过等等这类怪异的现象。 在科学层面上来讲,也是有一定的依据的。 但是仅仅这种说法,并不能够解释那些奇怪的声响,以及加剧自然移动的现象。 除了莫里的这种说法之外,还有其他学者认为,灵魂就是幽灵,就是鬼神。 他们是以波或者波群,波场的形式存在于宇宙间的。 他们的特点是看不见,摸不着,嗅不出,无重量,无体积。 他们充满空间,却不占有空间。 认为,由于灵魂是以波或者波群,波场的隐性方式存在。 所以,人们在一般情况下是看不到的,也很难用现代的科学仪器来观察到它们。 那么当充斥在空间当中的鬼神,他的波的频率,和我们某个人的人体接收机体频率凑巧相近的时候, 进入人体的这种波,通过大脑神经的传送,就能够在大脑中显现出人像来。 至于人像停留时间的长短以及清晰度,要看这个人的波的强弱,以及频率相近的程度。 而且由于各种人的接收频率不尽相同,所以当某些人看见这些所谓的鬼神时, 同在一起的其他人就未必能够看见。 但是在这种说法当中,显现在大脑中的鬼魂都是一些虚拟的影像, 就好像是镜子里的人像一样,它绝对没有能力伤害到人类。 如果说有人被吓到,也是因为自己的无知与心理作祟而引起的。 这三种说法是目前比较流行的三种说法。 那么纵使这三种说法当中,有一种是正确的。 可是我们还面临着这样的一个问题, 如果真的有灵魂存在,那么人的灵魂究竟会藏在人体的什么地方呢? 我们不妨先来看看这样的一个案例。 在旧金山市的一名小学教师,叫做朱莉亚。 这个女孩性格活泼,总能给周围的人带来欢声笑语。 但是直到有一天,在她做了心脏移植手术之后, 人们发现她的生活发生了变化。 曾经开朗活泼的朱莉亚,在做了手术之后,却变得有些多愁善感。 以前,她喜欢摇滚乐,但是在做完手术之后,却开始喜欢古典音乐。 而且她的口味也发生了一些微妙的变化。 以前,她从来不吃油炸食品,可是现在却迷恋上了肯德基的炸鸡。 但是,对于所有的这些变化,朱莉亚都想当然地认为,是在手术过后服用药物而引起的。 然而,就在不久之后,一些更奇怪的事情出现了。 以前很少做噩梦的朱莉亚,如今却是噩梦不断。 她几乎每隔三五天就会有一次梦魇,而且梦的内容都是大同小异。 在梦中,总是会出现一个手持工具的男子,恶狠狠地向她扑过来。 而且每在这个时候,朱莉亚就会心跳加速,大汗淋漓,然后惊醒过来。 但是奇怪的是,在她醒来以后,梦中的场景却变得十分模糊,很难回忆起来。 所以虽然,她总是在反复地,不断地做着这样一个同样的梦,但是,对于在梦中到底发生了什么,她却很难再回忆起来。 越来越严重的梦魇,让朱莉亚痛苦不堪,她感到自己的心脏似乎在承受着某种超负荷的东西。 于是,她开始思索引起这些变化的根源。 她认为,自己身上发生的这些变化,不可能是单单的药物就能引起的。 况且,她服用的这些药物,也并没有这样的副作用。 于是,她想到,也许所有的这一切都与自己体内这颗移植过来的心脏有关系。 慢慢的,她开始怀疑,这颗心脏真的是健康的吗? 它是否受到过某种可怕的伤害呢? 此时,朱莉亚有了一个强烈的愿望,她要了解这颗心脏的捐赠者,走进捐赠者曾经生活过的世界。 她认为也许在那里能够找到问题的答案。 很快,答案就出来了。 捐赠者名叫菲比,是在一桩入室盗窃案中丧生的年轻女性,此时只有23岁。 她的丈夫名叫大卫,是在旧金山本市一家网络公司的经理。 朱莉亚在与大卫联系上之后,来到大卫家。 从外表上看,大卫英俊潇洒,风度翩翩,朱莉亚一下子就对她产生了好感。 她一边带着朱莉亚在菲比生前住过的房间里参观,一边用沉重的语气讲述了菲比遇害的经过。 那是在感恩节的前一个晚上,刚刚出差回来的大卫匆匆的赶回家里。 他知道自己的妻子一定像往常一样在家里等着他。 可当他开门进屋时,眼前出现的却是可怕的一幕。 他的妻子倒在了地上,尽管身体还有体温,但是却早就没有了脉搏。 警察赶到之后,初步断定,菲比是被人掐住脖子,窒息而死的。 从大卫家回来之后,了解了事情经过的朱莉亚,心里反而更加的不平静了。 就在当天晚上,那个怪异的梦又出现了。 朱莉亚惊醒之后,感到呼吸急促,悬身已经被汗水浸湿。 他尽力地回忆着梦中的一些若隐若现的场景。 猛然发现,这些梦似乎在传递着某种信息。 那个在梦里向他扑过来的男人,究竟在暗示着什么? 难道这些接连出现的噩梦,真的会和体内的这颗心脏有所关联吗? 朱莉亚决定把这一切的真相全部查出来。 不久之后,朱莉亚找到一家著名的心理咨询机构。 机构的史密斯博士在听了朱莉亚的叙述之后, 对他所说的这些奇怪现象很感兴趣。 他介绍说,梦是介于睡眠和苏醒的一种中间状态, 是睡眠中的心理活动, 是记忆的扭曲再现, 这无疑是有意义的。 但这些记忆一般来自于大脑的细胞, 至于身体的其他器官是否也有这种记忆功能, 目前科学还无法准确回答。 不过,许多临床的例子表明, 患者在接受捐献的器官之后, 他们的性格、习惯等诸多方面都会有所改变。 这说明除了大脑之外, 人体的其他器官也具有记忆功能。 尤其是作为生命中枢的心脏, 它的细胞很可能也具有一定的记忆的功能。 就如同人体的每个细胞都会包含着完整的遗传信息一样, 心脏很有可能也具有这样的功能。 如此看来, 在朱利亚所移植的心脏里, 也许保留着原捐献者的记忆信息, 而这些信息则很有可能是通过梦境表现出来的。 听了史密斯博士的分析, 朱利亚觉得很神奇, 如果事情真的是这样, 那在朱利亚反复出现的梦魇里, 一定包含着捐献者非比的某种记忆信息。 史密斯博士推测说, 一个人反复出现的梦魇, 往往与这个人的生活中最深最重的伤害有关系。 那么对于不幸的非比来说, 他所受到的最大的伤害, 无疑就是被歹徒残害。 而这种临死前的被蹂躏的经历, 很可能曾给他的身体最强烈, 最严重的刺激。 从而在他的大脑和心脏等身体器官上, 留下难以磨灭的痕迹。 虽然史密斯的这些理论, 听起来有些天方夜谈, 但是这番话确实给了朱利亚 很大的启发。 他觉得在这些梦境当中, 很可能也包含着 那个残害非比的凶手的信息。 除此之外, 朱利亚似乎有一种感受, 他感觉在自己体内的原本属于非比的心脏, 正在呼唤着暗示他, 让他去为死者复仇。 随着这种感觉越来越强烈, 朱利亚把他的情况 向联邦调查局做了汇报。 调查官员也觉得这件事情很神奇。 他们组织了一个特别的专案组, 这个专案组成员除了资深的探员之外, 还包括心理学、生理学、精神分析等等方面的专家, 试图从朱利亚的梦境里寻找破案线索。 那么专家们要做的第一步, 就是详细的记录下朱利亚的这些梦演。 由于梦演几乎三五天就要来一次, 专家们决定让朱利亚在实验室里睡觉, 在她的身上和头部连接各种电击和仪器, 通过观察各项指标及眼球的转动, 来判断梦演可能出现的时刻。 然后在梦演还没结束时叫醒朱利亚。 所以差不多有十天的时间, 朱利亚每晚都要躺在实验室里睡觉, 并且等待着随时被叫醒。 直到一天晚上, 那个可怕的梦演果然又出现了, 专家们及时的叫醒了朱利亚。 从噩梦中醒来的朱利亚, 仔细的回忆了在梦境中那名男子的特征, 相关的技术人员根据朱利亚的描绘在电脑中画出了模拟人像, 最终根据这个人像找到了这个凶手。 这个人名叫托比, 是大卫公司的一名职员, 在得知这个消息之后, 警方随即对他展开了跟踪调查。 果然在不久之后, 他就因为一次入室盗窃, 被警方抓住。 警方对托比的住处也进行了调查, 结果就在他的住处找到了死去的非比的项链。 后来在警方的一系列心理战术面前, 托比的防线崩溃了, 最终也招供了他曾经杀害非比的事实。 而且奇怪的是, 自从非比的惨案告破之后, 那个曾经多次困扰朱利亚的可怕梦魇, 竟然再也没有出现过。 他也变回了之前那个健康快乐的朱利亚。 一案告破了, 但是对这个案例中, 史密斯博士提出的心脏等器官具有记忆功能的这个观点, 我们却不能完全认同。 一方面, 这个心脏记忆功能说, 在国际科学界中还存在着争论, 目前谁也拿不出一个强有力的证据, 来证明心脏具有记忆功能。 另一方面, 在一案告破之后, 困扰朱利亚的可怕梦魇, 从此却再也没有出现过。 那么如果说心脏的确有记忆的功能, 他的一些其他习惯应该还会保留才对, 可是这样的情况在朱利亚的身上却并没有发生。 那么, 史密斯的这个理论也就无法完全的让人信服。 1966年, 德国的心灵学家花费了巨资, 开发出了一架灵魂测量机, 他们对将近一百个死者进行实验, 最后得到的结果是灵魂的重量大约是35克。 不过其实这所谓的灵魂测量机, 原理就是把病人生前的体重与死后的体重相比较, 之后再测量结果。 但是, 很多人会问, 病人在死去的一瞬间所失去的重量, 真的就是灵魂的重量吗? 既然在刚刚的理论当中, 灵魂是以波和波群的形式存在于宇宙间的, 并且充满空间而不占有空间, 那它们怎么会有重量呢? 人在结束生命时瞬间失去的重量又是什么物质呢? 看来这又是一个不易破解的难题。 俄国的科学家基里安曾经在高频厂里给植物的叶子拍摄过两张照片。 第一张照片中, 整个叶片上有很多发亮的火焰和光, 四周边缘有一个清晰的生物发光的光运。 第二张照片上的叶子看起来和第一张一模一样, 只是好像有一条线在叶子右半部分中间从上往下穿过。 在线的另一边, 闪烁的轮廓和叶脉更加的清楚, 但是背景却比较模糊。 基里安拿出这两张照片解释说, 第二张照片和第一张照片拍摄的是同一片叶子。 但是只不过, 第二张照片拍摄时, 叶子被剪破了, 剪去了三分之一。 可是在照片上, 我们可以看到整片叶子的能量图是依然存在的。 那么既然被剪去了三分之一, 拍照时本部该存在的叶子部分又是一种什么样的物质呢? 基里安认为这是一种能的形式。 这种能可能来自电的活动或者电磁场。 但是这种能的性质与我们所知道的各种能是完全不同的。 他认为这种能是一种等离子体。 而在物理学中, 等离子体是物质的第四种状态。 等离子态, 也叫离子硫。 1968年, 伊纽辛等博士曾经按照基里安效应所对应的有生命的植物、 动物和人进行了几十次的实验。 最后宣布了他们的发现。 发现所有生物、植物、动物和人不仅有一个由原子和分子组成的自然体, 也就是身体。 而且还有一个对应的物体, 叫做能量体。 他们把这个能量体称为生物等离子体。 伊纽辛博士认为, 每一种生物的能都是由他的自然体细胞的能和生物等离子体中更加游离的能所组成的。 那么, 伊纽辛博士的探索结果很自然的会让我们联想到两个问题。 这是否意味着灵魂就是这种生物等离子体呢? 人在结束生命时的瞬间, 失去的那三十五克重量是否就是生物等离子体的重量呢? 这一切都还是未知。